全球首座使用內地自主三代核電技術的 華龍一號核電機組投入商業運作 綜合集團表示 位於福建的福清核電5號機組投入運作 標誌中國成為繼美、法俄等國家之後 掌握自主三代核電技術的國家 華龍一號設計壽命60年 核心設備都是國產 舞台機組每年可以發電近100億度 能夠滿足中等發達國家100萬人口的一年用電 並減少消耗超過300萬噸煤 和800多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華龍一號核反應堆 去年10月試驗時一度停運 官方說沒有洩漏輻射